作曲 李宗盛 名字绕谁家 转眼之间 无似变成白发 水中月 镜中花 苗苗嘴烟弄牵挂 放不下 江南也云如花 春红床 送明雅 照不亮 斑成烟沙 风声分云 人一世繁华 水中月 镜中花 苗苗嘴烟弄牵挂 放不下 江南也云如花 春红床 送明雅 照不亮 斑成烟沙 风声分云 人一世繁华 神经病수령 当时 这世�� 入庄七 阿童链 这世 Robin 我求你了 就把他给我吧 我求你了 娘 茗玉 娘不是不给你钱 娘是怕证据落在别人手里 所以银票 我让宽姐拿走了呀 您不是害我们吗 茗玉 你放心 娘一定想办法 娘一定想办法 帮你们弄到这笔钱 哪怕粉身碎骨 娘都会想办法 等你们拿到这笔钱 马上离开苏家 永远都不要再回来 娘 娘一定会想办法 娘一定会想办法 正在的苏老爷 彻底没有人肯定他是老爷了 他是没办法翻身 但宝藏在那儿只有他知道 现在他是真风还是假风 你得弄清楚 而且要想找到宝藏 还得靠近苏老爷 子涛 这么多的难关你都过了 我们很快就能成功 相信你知道该怎么做 等等 我手上的手镯 还有另外一只 在我的亲生父亲手里 是不是 你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等你把苏家的事情办完了 我就会告诉你 我一直都在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太太 坐吧 怎么样 好点了吗 好多了 听说老爷疯了 看情形 您对他还是挺关心 子涛 你是个聪明人 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 你我为什么还待在这儿 不就是为了那笔财宝吗 这笔财宝 谁都不知道藏在哪儿 可我想 有一个人知道 我知道您说的是谁 可是他已经疯了 你太不了解老爷了 他呀 可不是那么轻易就垮掉的 您的意思是 他在装疯 装不装疯 我现在还不知道 可如果 总是把他关在那个小屋子里 是很难知道 他是真疯还是假疯的 我明白您的意思 我会去跟下人说 让他们不再看着他 让他自由出入 但是我可要提醒您 您这样做 可能是错的 我这辈子 已经错过好几回了 与其耗死在苏家大院 即使这一步错了 我也认了 我看你往哪儿跑 在那儿 鬼 旁边去了 去打招 被打招 旁边去了 鬼 鬼 鬼 怎么回事 他这儿要打鬼呢 他打呀 打呀 这儿 这儿打 你知道 鬼在哪里吗 鬼呀 就在你这脑门上 拽呀 拽 就在这儿 你 用这个 使劲 打 打 使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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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呀 使劲 你们在干什么 他都已经疯了 你们还这样对他 谁教你们的 都给我走 走吧 走吧 走走走走 走 娘 这是真的吗 我的亲生父亲 他不是老杜 在这个世上 还有另外一个桌子 在我的父亲手里 我不知道我应该相信谁 苏家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我可以替您报仇了 可是我的幸运 一点都不快乐 我的幸运很痛很痛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也许从一开始就错了 虽然我不知道你长成什么样子 可是我从小 最大的希望 就是可以替您报仇 做一个让您骄傲的女儿 可是我现在不知道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到最后 连老杜也不是我的父亲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娘 如果你能听见我说话 你告诉我 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才是对的 告诉我 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如果我能找到自己的父亲 也许 我一切都不一样 明月 太太 苦死人了 你有没有放糖啊 这苦的都让人掉下巴 二太太 我再放一点 你再尝尝 以后记住了啊 这么苦的药 他不会喝的 这就差不多了 好 赶紧给二少爷送过去 要看着他喝完知道吗 知道了 去吧 二少爷 二少爷 明月 你怎么又过来了 我还说让小玉把药给你送过去呢 小玉 我来吧 你出去 来来来 娘都给你把药熬好了 你看你 来 赶紧把药喝了 这病就好了 这药太苦 我不想喝 娘都把糖放好了 也尝了一下 现在正合适 来 喝吧 算了 我这病 没治了 呸呸呸 你得多大的病啊 什么叫没治了 你知道我这病在哪儿吗 在心里 你这碗药 可以治好我的病吗 明月 娘知道你还生我的气 可是娘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娘这么做 也是迫不得已的 如果现在认了老爷 我做的那些事情 哪一条都够填好几回锦了 要是娘丢了命 你怎么办 你就没有娘了 孩子 那你有几个儿子 如果我把命丢了 你还能有儿子吗 呸呸呸呸 就是娘丢了命 也不能让你把命丢了呀 要是你丢了命 娘也就不要活了 要丢 咱们俩就一起丢 明月 我知道你很伤心很难过 娘给你赔补食 我求求你了 你把这药给喝了好吧 来 把这药给喝了 好吗 算娘求你了 快喝吧 好 那你答应我一件事 只要跟我办 我马上就喝药 好 行 你说 娘只要能做到一定办 你给我两万银元 什么 你说多少 两万银元 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这你别问 给我就是了 你要告诉我 我就给 你要不告诉我 我就不给 那我说的话 你就给 我考虑看看 我那个学生 是革命党 叫周永亮 我们家欠他一万银元 这你是知道的 我跟三姨娘要了几回 她说有借据就还 可是这借据 现在在你手上 革命党 急需用钱 我觉得对不住周永亮 因为这借据 是在我手中弄丢的 娘 你就给我两万银元 让我还给周永亮 行不行 不行 不行 明远 明远 你知道娘 攒这些钱 有多不容易吗 是冒着生命危险攒下的 要掉脑袋呢 我攒这些钱 都是为了谁呀 还不是为了你 我自己能花几个钱 你要是把这些钱 用在正途上 别说两万银元 再多 娘也愿意给 也舍得给 可是你说 要去给革命党 还要垫付这笔钱 给那个三狐狸 门都没有 没信 一分钱都没有 娘 你刚才答应我呢 那是我刚刚不知道 你要这样用 你要帮三狐狸点钱 去还她 不行 绝对不行 娘 你这干什么呀 你娘我求你 这钱你就当给我 是我花的 不行吗 你起来 你别这样明远 明远啊 这钱是娘的命根子啊 娘 钱比我的命 还重要吧 明远 娘要说一句 是你不爱听的话 娘经历这么多事情 我真的领悟到 天下的人 哪怕最亲的人 都会背叛你 可是只有钱不会 你懂吗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果然是你的命根子 rod陛 很苦 没有就差一点耶 有没有用 有没有用用用用担忽 你送他 我会不会 Quia 温鸣 你 你想干什么 你别进来 你出去 你别进来 你以为你装傻 我就会害怕你吗 你出去 果然聪明 你知道我是装疯的 你真的是装的 这院子里 只有两个人是清醒的 一个就是你 一个就是我 你究竟是谁 我不会告诉你的 你是芋妮的女儿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她是我的女人 住口 你还好意思说 她是你的女人 她是自愿的吗 你忘了她是怎么死的了吗 你还好意思说 她是你的女人 我真想不到 这世上还有像你这样的人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苏老爷 苏家的每一砖 每一瓦 苏家的每一个人 都是属于我的 我叫她们活 她们才能活 我叫她们死 她们就得死 你以为你是苏老爷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是 在以前很多年 你控制着别人的命运 可到头来 别人也能控制你的 人住不以善为补 她的下场 一定会很悲惨 善 复仇 也算是善了 复仇 当然算是善性 我只是想让罪恶的人 得到惩罚 还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 一个清白 知道什么叫替天行道吗 这就是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 去祸及无辜 也算是善性吗 我告诉你 你的下场 也是悲惨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去伤害无辜的人 可如果我的下场悲惨 那也是上天在惩罚 我认了 好 说得好 有担当 当年 我叫严探长 把你扔到河里 怎么你还活着 因为他把我送给了六爷 六爷把我认作了你 我得感谢你 要是没有您 就没有我今日的紫桃 还有什么事情 是您想知道的 苏老爷 六爷认你做女儿 六爷认你做女儿 别笑声 他好狠哪 你是我的女儿 我是你的女儿 我是你的女儿 当年 太太们 诬陷你娘 说她跟大厨 老杜 私通之后 有了你 但是后来我查清楚了 老杜 去逛瑶子 他得了花柳病 即便你娘跟他私通 也不可能是他的孩子 不错 你娘是冤死的 你娘是冤死的 好来我去找那个盐探长 想把你要回来 但是他说把你扔在了芦苇河里了 你真的是我的女儿 不可能 你又想骗我 我不是你的女儿 我没骗你 你的确是我的女儿 你的名字还是我改的 叫茗玉 是她的女儿 那你的玉镯呢 什么镯子 我娘生下我之后 给我带了一只镯子 还有另外一只 在我的亲生父亲手里 你的玉镯在哪里 我没有听你娘提过这件事 但无论如何 你不可能是别人的女儿 你就是我的女儿 我不管你是谁 你们苏家的人害了我娘 你们苏家的人 就得还这个债 现在苏家的人 都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知道 六爷要的是我苏家的宝藏 你要的是苏家人的命 等我们 把苏家人掀灭了之后 我就会告诉你 宝藏藏藏在那里 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我那么一个聪明的女儿 是我最大的财富 是我最大的财富 不可能 他不是我爹 他绝对不是我爹 我不相信 他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不是我爹 我该相信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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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得走 你把这张银票带走 这样 我们还有活路 万一大少爷他们要是查起来 说你是个男人 可你不在 他们又能怎么办 说我探了苏家的影子 我可以把这件事情 赖在你的身上 这样 我们还有条活路 如果我没出事 我就去找你 如果我出事了 你就找一个爱你的女人 好好地过一辈子 把我忘了 我把他扔了 他还没办法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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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少爷 你赶紧把这药喝了吧 要不你娘该着急了 放那儿吧 郎中说了 这药啊 得趁热喝 我叫你放那儿 你就放那儿 那好 我放那儿 三太太 这是二太太给二少爷煎的药 她不喝 您帮我劝劝吧 知道了 你放下吧 你先出去 是 明月 心里还难受着呢 这事多怨我 太轻信他们了 如果再慎重点 说不定这事也就成了 不成又怎么样 成与不成 苏将 都没救了 你也看清了 明月找过我 让我把周永亮的钱还了 然后 你们三个远走高飞 可是这银票 我让宽姐带走了 我现在已经没有钱了 有钱的时候又不想还 现在没钱了 说这些 还有什么用 不过我答应了明月 无论如何 我都会想办法 帮你们弄到这笔钱 什么办法 你不是想挽救苏家吗 这个办法既能挽救苏家 又能帮你拿到那笔钱 大太太在世的时候 你鼓动大家散了 如果那个时候散了 苏家也就没这么多麻烦事了 不过 现在散也为时不晚 苏家大的灾难 还没有来临 现在说散 谁走啊 为了挣那笔财宝 谁都不肯走的 可是苏家大院要是成为别人的了 你说 不散行吗 你要的那笔钱不是也有了吗 我要的钱 你是说把苏家导演卖了 对 这不是个好办法吗 卖给谁 万法典当好 是六爷开的 六爷还有什么买卖不作呀 怎么买 只要拿到房契 一切就简单了 对 就是他 这就是苏家的房契 你去万法典当行把它给当了 当四万两银子就够了 当完以后带着茗玉远走高飞 走得越远越好 把宅子当了 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三太太和二少爷 偷偷溜进了账房 我在后面跟着 他们敲开了一个匣子 拿出了房契 三太太跟二少爷说 拿去殿当行把它给当了 然后领着大小姐远走高飞 五一太 你可不能让他们走啊 为什么 他们把宅子当了 苏家人不就散了吗 散了更好 你的仇还没报啊 你怎么知道我要报仇 我说过 你是玉妮的女儿 你来到苏家 不就是为了给你娘报仇吗 苏家的人都散了 你的仇怎么报啊 我看 你把二少爷扣下 把宅子赎回来 苏家不散 这个仇 就能报 我扣下二少爷 他还有命活吗 到 苏家祖宅 二少爷 到 二少爷 我去跟老板商量一下 您稍等啊 快点 好好 什么 苏家大二少爷 来当宅子 当哪个宅子 苏家的宅子 当多少 他还没说 我就来了 这我也不敢接当啊 世间有卖就有买 他敢卖 我就敢买 接当 哎 好嘞 二少爷 这是四万银元的银票 您收好 当期三天 过期死当 二少爷 您想明白了吗 当然明白 二少爷 你胆子也太大了 你把祖宅当给了我 就不怕苏家的家法 要了你的命啊 苏家现在连宅子都没有了 人就得散了 人都不在 家法都在 哦 我明白了 你是想救苏家人的命 你用四万两银元把宅子卖给了我 我可是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 这个祖宅可值四百万两啊 我怎么像是在做梦啊 不止四百万银元 你还少算呢 还有你一直想拿到手的财宝 哎呀 哎呀 这个 这个代价也太大点了 刘爷 我请问你 我们苏家的人命 又能值多少钱 我可真想是在做梦 苏家的宅子是我的了 苏家的财宝也是我的了 不对啊 不对啊 他怎么会知道 我想要苏家的财宝呢 难道 六爷 您可真是有福之人哪 嗯 二哥 您太厉害了 这下我们就有钱还给周永亮了 马上收拾 咱们走吧 一会儿咱们找到周永亮 到潘家渡口上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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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СПОКОЙНАЯ МУЗЫК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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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ПОКОЙНАЯ МУЗЫКА